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現在就去出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原来是空间明亮 动线宽敞的卖场内 设有AI 导览 机器人 可以为逛街民众亲切带路 总投资金额超过20亿的购物广场 目前已经有58家知名品牌进驻 其中A区包括大型街边店陆续开幕 而B区则是地上五层 地下两层 营业面积超过六千坪的大型复合式商场 觉得住在这里很棒 而且这里什么东西都有 很齐全 这几年进步很多 就这边真的很方便 未来还有高一 多了百货之后就比较平衡 因为北边的人就不用跑那么远 要跑到南边去 而且捷运又很方便 直接下来就可以来逛 无论是流行百货 还是各国餐饮美食 都让来逛街的民众很有幸福感 另外购物中心内赤资1.5亿元打造 拥有13个厅的豪华影城 还设有五楼高 22米宽 南高屏最大尺寸萤幕的聚目厅 无论是最新科技的放映画质 音响或是宽敞的双幅手座椅 都大大吸引一票爱看电影的粉丝 很棒 就有电影院 主要是电影院 看电影就不用跑太远 上面的电影院真的很热闹 对 一度感觉像是去洗清 像婚宴现场一样 结合影城的大型购物中心地点 就位在捷运南岡山站出口 附近还有高一岡山分院 与大鹏九村国宅 涵盖休闲娱乐和公共设施 岡山已然是北高雄发展的核心枢纽 我们也跟军方协调好 我们的航高限制 我们要来把它降低 让我们的容积能够更高 意味着就是说 在整个配合都市发展的过程里面 那我们岡山地区可以说是指日可待 市长陈吉麦强调 未来市府会持续扩大招商 延续捷运站联合开发计划 配合陆竹延伸线兴建 带动岡山地区的年轻就业人口 与地方经济发展